本欄目由康维塔特约赞助播出 观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33 我是裴函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奥克兰市长宣布十年预算 交通和环保成最大赢家 新西兰高考制度改革大幅削减考试量引争议 今天新闻中我们还将关注到 新西兰农场出现牛支援体疾病 遇12万头牛将遭扑杀 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昨天奥克兰市长Failgolf宣布 预计未来10年奥克兰市议会将投入262亿扭币资金 用于城市发展 在这一份最终提案中 交通和环保方面投入巨大 这也是奥克兰史上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资金 奥克兰十年预算案中 其中最大的一部分将用于奥克兰市议会计划的 在道路交通建设上的投入 这部分资金中有43亿纽币将来源于地区燃油税 至此奥克兰交通的总投入将达到280亿纽币 Failgolf同时表示 政府修建轻轨的40亿纽币的援助资金 可能已经在路上了 这将改变我们的公共交通系统 预算十年内将在奥克兰投资超过260亿纽币 以减少交通拥堵 服务新建住宅项目开发 清理海滩保护环境 在环境方面 预算将通过专项税收解决奥克兰水稻污染 和对原生森林的威胁问题 奥克兰市长表示 咨询显示奥克兰人关心环境 强烈支持通过专项税收解决各地区严重的环境问题 奥克兰不少居民表示 每次下雨都会有大约50到60个海滩 不适合游泳 奥克兰市议会有一个计划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30年的计划 目前已经将该计划压缩到10年 该税收将筹集4.52亿纽币 加上来自Vatcare水位上涨的4亿纽币 将被用于清理海滩和港口 并且建设雨水处理基础设施 而一项针对自然环境的税收 将为该领域带来3.11亿纽币 投入来解决贝壳枯萎病的蔓延和病虫害的控制 同时Failgolf也表示 一个城市不仅仅需要良好的基础设施 还需要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包容和有趣的地方 因此奥克兰市议会在体育和娱乐上 将投入1.2亿纽币的竞争基金 与社区团体共同增加室内外活动设施 此外奥克兰美术馆每年还将获得200万纽币的资助 Failgolf也信守承诺 将在未来两年中平均地税的涨幅限定为2.5% 奥克兰市议会的议员们将在本周四 对这项预算案进行最终的提案表决 6月末将做出最终决定 今年的4月1号 已经执行了16年的新西兰高考制度 被再一次进行修改 为了减轻学生和老师的负担 考试量被大幅削减 这一重大改革遭到了奥克兰名校文法学校校长的炮轰 他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和不负责任的决定 新西兰教育部提出 为了减轻学生和老师的负担 将大幅削减考试数量 取消全部level1的校外考试 减至40个内部评估学分 分为读写算术以及自选科目 level2和3所需要的80个学分中 有20个学分必须来源于社会实践 同时减少了个人为主的学习 而鼓励共同开发连贯课程 学生们的成绩将会用课外活动和社区工作的简历替代 NCEA的奖学金考试费用也将会被取消 这一重大改革遭到了奥克兰文法学校校校长的强烈反对 他表示这项改革虽然偏重于注重学生们的实际操作技能 但忽略了基础知识的教育 学习能力的培养和通识教育都被忽略 他表示这是一项非常危险和不负责任的改革 他说NCEA Level 1中所学的知识是基础知识 也是在未来为工作奠定坚实基础的知识 如果取消考试制度会影响学生们的主动学习一时 近日新西兰Renew Energy环保公司与一家中国企业 签署了一项价值3亿纽币的协议 这项协议的内容 两家企业将会联手合作 在新西兰西海岸兴建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 据了解负责该项目的Renew Energy已与中国天营股份有限公司签约 利用收集的垃圾焚烧发电 中国天营是一家环保新能源上市公司 主要从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等主营业务 在国内外拥有诸多垃圾焚烧发电厂 该项目的签约意味着新西兰西海岸建立废物能源工厂运营管理模式 迈出了新的步伐 标志着中国天营股份有限公司资金人才技术优势 与新西兰里面的一次有机结合和战略合作 该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完善 新西兰西海岸垃圾发电体系的建设 中国天营在世界各地的工厂符合严格的欧洲排放标准 这与新西兰空气质量国家环境标准相类似 目前该公司已经与新西兰南岛八个废物理事会达成协议 稍晚时候Renew Energy公司会申请建厂的资源许可证 并负责为垃圾能源厂提供30万吨的垃圾以供发电 目前新西兰牧场中大约有12.6万头牛感染了牛支援体疾病 根据新西兰初级产业部在5月28日发布的命令 这12.6万头牛将遭到扑杀 大肆蔓延的牛支援体疾病引发了卫生部门的担忧 5月28日新西兰初级产业部下令扑杀12.6万头牛 以铲除在农场出现的牛支援体疾病 加上之前已经宣布的要扑杀的2.2万头牛 此次活动中将会有近15万头牛被扑杀 新西兰总领杰辛德尔登表示 政府的决定是为了保护国家经济基础和农业基础 他指出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没有人希望看到大规模的扑杀行动 但另一个选择就是看到疾病蔓延到全国的农场 据了解牛支援体疾病不会影响到人类所食用的奶制品和肉类 但大多数政府都宁愿控制疫情的蔓延 杰辛德尔登表示 新西兰的目标是完全铲除牛支援体疾病 他表示要确保超过99%的农场没有这类疾病 也要确保新西兰不会发生大规模的疫情 新西兰政府将拨出8.86亿纽币的资金 在两年中逐步铲除牛支援体疾病 寒冬年年有今年特别早 在奥克兰地区 往年一般到7月份才会真正的感受到寒冬气息 而这些天随着气温的快速下降 人民已经开始大量采购电暖器 电热毯和羽绒被等防寒物品 预寒保暖消费品已经迎来销售高峰 新西兰Briscos集团董事总经理Rod Duke表示 今年电热毯已经开始非常受欢迎了 与上周相比 该公司本周电暖器的销售量上升了100% 在温度持续下降的情况下 电暖器可能会继续成为下个季度的强收获 The Warehouse的首席执行官表示 与上周相比 本周电暖器的销售量也上涨了100% 过去一周 电暖器也一直是The Warehouse网上商店中 搜索量最高的产品 与去年同期相比 各大商店在周四和周日之间共售出60%以上的加热器 电热毯和羽绒被 据ASB最新的调查显示 从全国来看 新西兰人买房的信心指数有所提升 上周 新西兰储备银行表示 如果不是贷款限制政策发挥作用 目前房价上涨的幅度还会高出2.5% 三个月以前 有9%的人都认为不是买房的最佳时机 目前新西兰全国有近4%的人认为目前并非买房的最佳时机 在奥克兰和基督城这两个房价最高 房产供应紧张的城市 相比较全国范围内有更多的人认为目前并非买房的最佳时机 在基督城 有近16%的人认为现在不是最好的买房的时机 而在奥克兰则有近10%的人认为目前不适合买房 然而在6个月以前 同类比例在这两个城市是近21% 这一数据是以认为目前不是买房的最佳时机的人数比例 减去认为目前正是买房的最佳时机的人数比例计算而得 在新西兰南岛的其他地区 有近2%的人认为现在是买房的最佳时机 而在新西兰北岛的其他地区 有近1%的人认为现在是买房的最佳时机 ASB的首席经济学家Niko Tafli表示 当房地产市场比较繁荣的时候 人们通常认为不是买房的最佳时机 基督城和奥克兰市场上 但受房产数较6个月之前有所增加 所以目前房地产买家不是6个月前那般悲观 当然这两个城市依然存在房产供不应求的情况 要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Niko Tafli指出 在惠林顿房价上涨相对比较适中 因为这个地区并没有大规模的人口增长 同时政府在控制市场方面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上周新西兰储备银行表示 如果不是贷款限速政策发挥作用 目前的房价上涨幅度还会高出2.5% 李宗盛专享音乐会于今晚在奥克兰Spark Arena体育馆举行 本次活动由KVB昆仑国际主办 特别邀请了KVB昆仑国际尊贵客户和合作伙伴前往观赏 李宗盛被誉为华语流行乐教父 华语流行乐坛公认的首席金牌制作人 几十年来他写过的经典歌曲超过白手 捧红的歌手不计其数 可以说是整个华语流行乐坛的最大推手 从1980年进入乐坛至今 这是他第一次在新西兰开场 这是一场不卖票的音乐会 席位限定2888席 KVB昆仑国际邀请了尊贵客户和各领域的合作伙伴 经临现场观赏 共同揭开同心迈向20年全球庆祝活动奏响的序曲 KVB昆仑国际是一家在奥克兰起家的华资金融公司 并成功将新华人新金融思维传至大洋洲和世界的热门华人聚集地 挺进了大中华区和亚太市场的经济 金融 航运枢纽地位 致力于发展领先国际水准的金融产品和金融科技 不断满足全球华人市场对现代金融服务及科技的需求 今晚 新西兰华人有幸可以现场聆听这个有故事的人的故事 将人生的悲喜娓娓唱来 接下来是一条简讯 新西兰相声俱乐部汉密尔顿专场演出 于5月26日下午在Fairfield College圆满落下帷幕 新西兰相声俱乐部的宗旨是 以传统曲形式为依托大理弘扬中国文化 现场不仅表演了经典有趣的对口相声 更有精彩绝伦的曲艺秀 一度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 最后 该俱乐部的负责人还为TV33电视台汉密尔顿分部的成立送上了祝福 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TV33下华线NZ 大家也可以搜索微信号TV33 News 或者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TV33观众互动微信号 和我们保持联系 稍后是明天的天气预报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 The I've got to learn to hackle bother $2, take it or I'll walk $2, take it or I'll walk The I just can't get away to buy a car bother The stress drive bother What's this?What's that? How can you possibly get to know a car in five minutes? And in creeps, vile's remorse That bother can ruin your day You deserve a better cow buying experience What did you think? Why don't you take it home and bring it back tomorrow Can I? Introducing the Toyota Drive Happy Project Leave your bothers behind From the resin of the tree to the hive of the honeybee Nature has created a powerful immunity product At Comvita, we've pioneered a quality standard which we've called PFL This mark guarantees the potency of our propolis products Every dose contains an optimal level of bioflavonoids and other complex antioxidants It's a wonderful natural protective system and such a powerful choice When it comes to building immunity For you and your family The GDG土方工厂 Ming宅土方业的领行军 还用国际先进设备 速度快效率高 提供 Ming宅商业开地 场地清理 土方翻越 挖坑钻 石子挥田 旧房开除 为您解决土的烦恼 奥克兰土方内家墙 GDG土方来帮忙 欢迎致电092162888 做房地产中介已经五年了 从默默无闻 到年续成为分行第一 全国前25名 我的秘诀只有一个 就是用心 秉承初心 我是温郭 您用房 我用心